投資長台股今天一度大跌500點 但是呢上漲加速比下跌加速還要多 這樣會不會更危險啊 有可能喔 溫水煮青蛙 大家讓我告訴你為什麼 是的好的 那我們呢賺了180英元出掉的台積點今天反轉了 還有呢我們獲利出掉的富士達長榮偽創 今天股價都繼續跌 但真的很想要知道啦 台股今天一度大跌了500點 上漲加速比下跌加速還要多 台股會不會更危險 真的這種行情最怕的就是溫水煮青蛙 什麼是溫水煮青蛙 到時候會不會腳麻掉啊 不能走了 腳麻了不能走 要注意一下外資空單還是來高達3萬多口 那怎麼辦 那這些外的行情下禮拜上要結算了 外資會不會一不做二不休 順勢的壓低結算 而且下禮拜是用台積電的法縮 會不會用利多出鏡呢 所有的標股介紹 還有今天為什麼漲的加速很多 反而覺得很恐怖 這些漲的加速怎麼看 這些下跌的股票怎麼看 所有標股通通在今天榮耀華間 你一定要看 大家好歡迎收看榮耀華爾街 我是主持人Coco 今天是7月12號台股下跌473點 收在23916點 美國CPI年增率3%低於市場預期 顯示有望今年降息 資金紛紛撤離大型全值股 美股指數幾乎近末 台股今天開盤是直接跳空下沙 台積電大力光鴻海廣達等大型全值股走弱 指數一路溜滑梯 最多下跌600多點 後續盤是解析 我們交給經濟日報 選舞冠軍紀錄保持著 也是全台灣LINE粉絲人數最多 一樣講座 場場爆滿 全台灣暢銷出排名第一名 最受歡迎的分析師 郭澤榮投資長 投資長好 妳好 投資長我今天雞皮疙瘩啦 因為真的如妳所說CPI見轉折了 昨天晚上8點半的時候 美股旗幟還有台子旗夜盤 真的跟妳預測的走法一模一樣 CPI是8點半公布 公布之後就先拉後殺 真的都利多出鏡了 全市場最早說CPI很重要的數據 就只有您了 而我們獲利180億元的台積電 今天反轉了 還有我們獲利出鏡的富士達 長榮跟韋昌 今天股價都繼續跌 但真的很想知道 CPI也被您預測中了 那台股接下來怎麼看 台股今天注意一下 就我剛才講預告 今天看起來跌500多點 很多人覺得沒有要沒有緊 不重要 沒有關係 他有些股票還漲 面板還漲 我等一下微微跟他倒來 為什麼我覺得有點緊張 昨天是8點半公布 沒錯吧 沒錯 你看8點23分在這邊 8點半不是公布 對 8點23分有沒有看到 所以這過了8點半 直接拉上去 對 拉上去以後有沒有 嗯 利多出鏡 極拉 極殺 24,449點 這昨天台子騎 來看一下畫面給我 今天台子騎一度喔 來來來看一個 真的是很恐怖喔 在我們講到同時喔 現在23920這附近啊 我們今天是快要收盤的時候入 23920點 你看騎我一拉一殺 差了多少 差了500點 對啊 是不是先拉 先拉 一個分析師告訴你會先拉再殺 你一定不相信對不對 沒有關係 我再給你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 我們直接看重播好不好 好 重播來看一下 你會起雞皮疙瘩 來 真的是 這都預告在前面的 來喔 大家看一下 昨天很多人幫我留言 嗯 來 等一下 看一下 我在跟大家講秘密喔 你知道我昨天很準嗎 昨天哲哲的點閱率是近期的新低啊 之前都十幾萬點閱率 昨天點閱率變少了 喔 怪不得了 你看大家不相信我的時候反而噴出去了 來來來 說說 大家不相信我的時候 反而只是最準 反而往下跌了 對對對 你看 今晚CPI定生死有沒有看到 有 7月11號的711來看一下喔 然後我說現在都反映了喔有沒有 為什麼都反映了 已經反映了喔 如果到時候反映降息怎麼辦 你看一下喔 預期是3.1嘛 然後公布出來以後 會不會先拉再殺 欸 還講先拉再殺 你看昨天的影片喔 3 2 1 再多反映的 也反映降息 也反映什麼的 你要注意一下 今天如果是3.1 會不會 怎麼樣 上去 再下來 要注意喔 瞬間 你一定要看8點半的台紫棋喔 好 看就知道 散去再下來 尤其8點半的 小那 納斯達克起誤 有沒有看到 嗯 有沒有看到 納斯達克起誤 是不是 台紫棋要看 好恐怖喔 欸先拉再殺 只要天分啦 8點半是不是 8點半3分的時候還在這邊 8點半即拉即殺 有沒有看到 有 這台紫棋喔 這就算了喔 納斯達克起誤 更誇張 有沒有看到 好像瀑布 對 一謝千禮有沒有看到 有 8點半公佈CPI是 小納斯達克有沒有 有 就是納斯達克的起誤 美股的起誤 吉拉 西沙 哲哲叫你空手 你今天有沒有覺得很開心 有 有沒有很想要跟我講一句話 空八蛙 空八蛙 那如果你不是空八蛙 你就被怎麼樣 溫水煮青蛙啦 你不會跟我問好 問晚安 不是空八蛙 你就是溫水煮青蛙 叫你空手蛙哪邊錯 少賺一點哪邊錯 沒錯 投資朋友這一天跌500點耶 今天我問你一件事喔 今天 大盤啦 不要說大盤啦 2330台積電 一跳空就先跌個 40點啦 45塊啦 對 請問你怎麼辦 怎麼辦嘛 你怎麼賣 那是現在喔 現在還不是恐慌性喔 今天跌500點 大直覺哎呀 自我安慰 台積電就跌了50塊左右 跌了400點 換算台股跌400點 都跌台積電啦 我看再跌下去全部都跌 我告訴你 嗯嗯嗯 再跌下去全部都跌 所以 扯扯喔 不去吃肉啊 不去買好怕 可是不去吃肉啊 不去買好怕 有缺點 缺點什麼 就是只要 初期不準 就很多人笑我 可是我昨天還特別 告訴你我的歷史故事 什麼 我每在一天我怎麼樣 先賠 先賠 再賺 對 然後我台灣50呢 也先賠 也先賠 然後再怎樣 再賺 所以這些東西都講在前面 你看一下 今天美債賺了快800萬 是的 還賺的有點少啦 今天美債還沒有大漲特漲 接下來要大漲特漲對不對 00687B 賺一些而已啦 賺了800萬 那台面上喔 加起來台面下應該已經超過1000萬了啦 嗯 算一算 扯扯到底買了幾張 對啊 台面上這個你看喔 扯扯是不是先賠 是 台灣50是不是先賠 是先賠的 我每一次都被人家先笑啦 對 笑完以後我再逆轉勝啦 沒錯 這一次空手也被人家笑 這次空手被人家笑的最無聊 為什麼最無聊 我適合賠錢喔 沒賠啊 貨利出掉耶 我出掉的股票都是賺錢走掉的 嗯 我適合賠錢喔 沒有 是不是 這就跟大家講 我現在旗子也是空單也是續爆喔 我都講得很清楚 我都講得很清楚 我只有旗子做空 股票我沒有在做空 目前為止沒有考慮做空 我都講在前面 所以你看農資金額有沒有看到 今天多少 3,345億 融資3,345億 太誇張了啦 你們真的只有一天融資減少 嗯 那這融資減少呢 怎麼樣 哎 反而那一天 華南永餐怎麼樣 職壓很滿 職壓很滿 我在考慮啦 我在想有沒有想過 因為 我就有所知 我的消息 然後我陸上人的消息是 對 有人一筆喔 就直接把 那個他的職壓2,30億借滿了 華南永餐了 你有沒有想過是這個人 把融資 我幹嘛去借7%的 我幹嘛去借6%的 我去華南永餐借什麼 借職壓 借職壓利率借2.多% 對 所以你要把融資金額跟職壓金額都算進去啊 嗯 加一加可能6000多億了耶 嗯 很多人說融資要考慮通膨 問題是 問題是 你如果考慮通膨 你也要把職壓算進去啊 以前職壓不會那麼熱門啊 加職壓進去應該6000多億 考慮通膨少就過熱了 嗯 外資喔 我在講一件事 你們現在比較冷靜聽著講我的話啊 我是不是說 外資每次只要3萬塊一站空單 都沒有好事 沒好事 一次2000點 3萬5000口一次1000多點 對 今天一下子就500點了 對 是不是盤中就500點了 沒錯 再一次1000多點 重點是這一次喔 是史上最誇張的行情 什麼誇張行情 你有看過特斯拉這種漲法嗎 變迷因股了 真的是迷因耶 真的是迷因股 每股就每天在漲啊 嗯 很奇怪啊 嗯 是不是這種漲法 跟KK也很正常 那現在為什麼 我 為什麼 CBI公佈後 如哲哲 欸 全台灣沒有一個分析師敢跟你預告啊 沒有了 問你啊 如果我是 我預告是先拉後殺 嗯 如果到時候是先殺後拉 我是丟臉了 對 可是為什麼只有我敢預告 你看我 全天下的台灣分析師 這麼多個人 好幾百位 為什麼哲哲最紅 為什麼哲哲出一本書 拜託你去搜尋一下 哲哲ETF的投資絕學 你現在能買到 你能單場買到 賺你重頭彩 嗯 去成品找啊 嗯 為什麼大家都希望我的書 有些人說是我公讀生 公讀生可以全台灣都去買 全台灣的成品都買完了 全台灣的墊腳石都買完了 全台灣的金石堂都買完了 不可能 博客來網路上都買不到 嗯 是不是 對 每一次只要在PTT有網友在稱讚我 每個人說 這是公讀生 如果真的是公讀生 那不好意思 我是全台灣最多公讀生的分析師 那你要來找我啊 我遍地台灣啊 台北台中 宜蘭花蓮全部都有啊 是 那每個人都去金錢買我書 去成品買我書 為什麼 為什麼大家願意買我書 能在做天台抗 我是不是最努力的分析師 是 我是不是很認真做每一件事 我寫書寫了兩件 對 我也不知道賺你什麼大錢啊 一本書300元 我只抽成抽15%還算最多 你去上網去查 一個作者只能抽15% 對 我一個會員就有時候就幾十萬 賺到錢要繳百萬的 為什麼 他如果能賺1000萬繳100萬很貴嗎 不會 那你也不一定要馬上繳那麼多費用 你也可以先從小資族方案 我是要告訴你 我的會費相對於我的那個書啊 相對於我的會費啊 你會發現我做公益的 大家相信我 所以大家其實也學到很多東西 沒錯 人在做天在看 我每一個行情我都預告在前面 所以很多人會批評我 單純會批評啊 問你一件事啊 我台灣50那時候是不是很多人批評我 很多 台積電400元是不是很多人批評我 是 那時候我說老天人掉下來禮物 老天人變哭泣 我每天想一堆梗 然後呢 那些批評我的 你看這一次我950 我950 960 970這樣出掉 到1000元又是同一批人出 又同一批人唸我 那每次我對的時候都不講話 有本事跟哲哲對作啊 跟哲哲對作 你早就畢業了 對 哇很多人說 哇台灣50我沒有放到最後 我這本書講得很清楚 如果你不是像我這樣當分析師 你本來就會放一輩子 當作存錢總 記得存錢總 什麼時候存錢總會用 需要錢的時候再用 不需要錢一輩子都不要賣 那為什麼我賣 為了要出書 為了我要好好當分析師 沒錯 沒錯 是不是 為了要好好當分析師 是能在座天台看的 我為了當分析師 少賺幾千萬 我不在乎 我出本書 我可以多賺一兩千萬 我也不在乎 我可以一本賣一千塊 賣一萬本就一千萬 對 我幹嘛給出版社做那麼多 因為 我想要把我正確理財觀念 跟大家講 就包含現在行情 你記得先拉回 我是不是說要在有溫度的時候出掉 對 你們今天拜託大家留言 不論是直播區 或什麼 人氣我取 不是 直播區或者是留言區 通通都講這八個字 人氣我取 人取我養 OK嗎 我現在不是是說 不只直播區 還有留言區 都要寫 好不好 大家今天口號這個 人氣我取 人取我養 我問你啊 你不在有溫度的時候出掉 難道你要在 也在跌一千點的時候出掉 那都腳麻掉了 對啊 出不掉了 欸股票都直接跳空大跌的 來不及 今天大家還覺得很開心 我反而最怕這種行情 你知道嗎 真的 我很怕這種行情 水煮青蛙 蛤 我是水煮青蛙 真的我們看一下 真的 而且你不覺得有點拉不起來嗎 就目前為止還拉不起來 尾盤變化 我現在還看不出來 現在漲還是 漲還是比跌子加速 差不多了 780 790 800 哦 差不多 現在盤中已經開始了 因為我在 我今天是大概 快結束的時候錄影 是的 哦 差不多 就是中午的時候錄影 嗯 那現在已經變下跌加速 比漲的加速多了 哦 那標題要改了 哦 所以你看 想上漲的加速多有什麼用 是不是 很像溫水煮青蛙 現在變成下跌加速大概 大概 800加 然後 700 800 差不多 現在已經下跌加速快大於上漲加速了 嗯 有點危險 嗯 今天要股票暫停 我還是要強調一件事情 第一個 股價進資比台股過熱 第二個 外資空單 外資不是傻瓜 每次外資三萬口都是對嘛 對 是不是 第三個 我每一次都先錯 我8523點的時候 那時候台積電好像 多少200多塊嘛對不對 是 那時候我被人家笑 也是先錯1000點 嗯 那我買台灣50的時候 我那時候不是買了6000萬嗎 最後賺1000多萬 也是14000多點 先賠1000多點 被人家笑 我每在也是先被人家笑 這一次我也先被人家笑1000點 嗯 現在還我500點 還我500點 網路上都有嘴嘴進度條 說崩盤3000點 我沒有說一定會 只是 稍微謹慎一點點有什麼不好 是不是 你現在有沒有覺得嘴嘴為你們想法 好啦那可是我跟妳講 有些股票萬一真的崩盤個一覽千點 有些股票盤中有拉起來的 這些股票是只有股 記錄一下 好 注意一下好不好 還有今天3187的景碩 欸景碩是6187是不是 萬倫 3189 有沒有3189景碩 這種拉法 有沒有 要注意一下這種 你說ABF相關的 還有ABF宅盤 這些相關的 概念股要注意一下好不好 現在已經開始要拉了 宅盤三雄 注意一下 還能漲的股票注意一下 這只能接後 接下來可能會 可能會買的股票 記得一件事 照我操作 來我先問你一件事 今天參加好會員 如果我下禮拜才進場 下禮拜五或下禮拜一 才進場 這段時間會期怎麼樣 免費送 免費 那你要下禮拜再參加 還是現在 現在 因為免費嘛 對 因為免費啊 因為免費啊 對的 這是我跟大家講的 你要去想想看 姊姊為什麼預告在前面 姊姊為什麼受歡迎 你看我隨便一起 昨天點擊率已經算最低的喔 昨天點擊率多少 3萬多 3萬多沒有 先跟大家講 3萬多算差的 這是 這是那個字幕版的 字幕版的 差不多好像7、8萬 7、8萬是不是 嗯 看下我看一下 看下我 免得你覺得我在碰空 點進去喔 31.8萬怎麼樣 那個 訂閱人數 訂閱人數 有沒有看到 點進去 登登登登 登登登登 欸不要開聲音喔 沒有開聲音喔 直播 全部叫5萬多 3萬多 欸 昨天真的點擊率很低耶 8萬多 8萬多而已啊 這個放大一點好不好 有沒有 所以這個是直播版 所以難怪嘛 我之前都十幾萬點閱率啊 但懂不懂 懂了 一樣的標題版 今晚CPI近生死 剛才5萬多 現在5萬多 剛才3萬多 你看 可是怎麼樣都比你看的老是多很多 我們要批評別人 我們要批評別人 因為很多同意都看我的節目 我們要批評 記得 像哲哲這樣子不批評別人 反而 會員比較多 所以你不要批評哲哲 沒有必要 因為很多批評哲哲到最後都畢業了 真的啦 很多批評我的 到最後很多人都畢業了 沒有好處 其實分析師不一定要批評別人 才能收到會員 我常常跟他們講 他們都不相信 那哲哲做給他們看 來我們來看一下 那還有講一個東西 昨天那個特斯拉有 Robertaxi嘛 他不是從8月以後到10月嗎 所以利空 可是我跟你講 真正的原因 是因為什麼 FedWatch這個事情 FedWatch這個降息機率 給大家看一下 特地做這個表 因為現在的那個 Fed的基準利率是5.25到5.5對不對 是不是 對 那這個有點小 那是5.25到5.5嘛 9月 7月31號有利益決策而已 還是不太會降息 太快了 可是9月又不得不降喔 為什麼 因為已經那麼高 那麼久的殖利率 所以 那麼那麼久的一個 那麼久 通膨都下滑了 通膨已經下滑了一段時間 我跟你看 這個 這個表都很認真喔 對 很認真在做表 等一下看一下喔 嗯 你看 通膨從2022年有沒有看到 是從9.1 對 有沒有看到 然後下去下去到什麼 到那個3 前年有到6月的時候是3 有沒有跟這一次 跟這一次公布一樣都3 有沒有看到 有 有沒有看到 好 那可是這一次調整後的3是比較低的 大概2.98 我記得沒有錯 是調整後的 經調整 好扯遠了 我怕你的分泌基礎怎麼調整 或不調整好 反正 基本上就是2次後2.3 都是3 你看喔 3 3.2 3.7 3 333 經過一年了 看起來現在已經怎麼樣 打底怎麼樣 向下 向下了 打底失敗向下 應該說 通膨 已經有機會的正式的緩解了 所以他已經這麼久了 已經驗證過了 CPI真的通膨沒有再惡化了 所以基本上9月就是要降息了 9月降息的機率高達 怎麼樣 84 加8% 因為8%是 對吧 降息兩碼 這邊是5.25碼 這邊是5碼 這降息一碼 這降息兩碼有沒有 4.75 所以你要算說啊 降息一碼機率84 不是要這樣算 至少降息一碼機率是84加8 多少 92 聽懂嗎 懂了 昨天有一度是100 昨天盤中有一度是100%會降息一碼 啊12月呢 12月有機會90%降兩碼 降兩碼 到12月的時候 然後有接近50% 降三碼 難怪你每次要噴 等到真的降息的時候 再買美再也來不及喔 來不及了喔 所以9月之前 就是你買最后美再最後時間 9月以後你不要再買了 只是講了快一年了 沒有意思啦 只是講去年10月11月買的 真的 你不買美再那不要買 你賣10月10月才給我買 沒意思啦 好不好 那是值得跟大家講的 那我們最後 來檢查一下股票 好 來 來念一下副子大 畫面給你 好的 6月26號 禮拜三的簡訊 請賣出 6805 富士達 802元附近 都可以賣出 獲利出清 我們來看一下 好 這是富士達 今天跌 獲利出清 今天就跌了 你看喔 我那時候公布 要連跌三點 因為 自然都在傳言說 嘲嘲出掉股票 不要亂碰 對 你看 這天告訴你 什麼叫富士達 富三下一站 富三不是富三嗎 富一富二富三 富士達到了 達到了 富士達 這檔股票 你看賣得漂亮 真的漂亮啦 嘲嘲真的是 人在做天在看 嘲嘲前面 嘲嘲也可以今天 買100檔股票 然後暫停板 然後告訴你我有 今天有答我也可以講 沒有意義 真正分析是 是要告訴你 趨吉避凶 嗯 像五周制藥一樣 先求不三升 再求疗效 先求不賠錢 再求賺大錢 好 懂不懂 懂 所以你有沒有覺得 這一波子真的很恐怖 最恐怖的是 我連美國股市的旗幟 都可以預測到 欸 先拉後殺 先拉後殺 嗯 欸長榮也是一樣 203元附近 可以獲利出勤 有沒有看到 有 今天長榮怎麼樣 也是跌 又跌了 慘了 我跟你講 現在報價還在漲 這個跌法很恐怖啊 你看幾根黑客 12345678 910 這個四出必有音 這個是有蹊跷 這個真的不能碰 你有長榮 陽明萬海 你要來找我 不然你真的是 我一輩子沒辦法救你啊 因為我是航運股專家 對 為什麼是航運股專家 報紙有新聞記載啊 我是靠什麼股票賺到一基180% 航運股 一基180% 他不能農資的耶 而且是要選五檔到十檔耶 對 你以為很簡單 那為什麼從來沒有人打破我的紀錄 這10年來沒有人打破這個紀錄 來啦 我就靠航運股 所以我是真正航運專家 很多說 蛇蛇我看到長榮 見風插針怎麼樣 你搞不清楚 我是航運專家 我在那講航運股 我對的不能講嗎 錯了笑我 我對的也不能講 講分析師真的很難 如果你不夠喜歡蛇蛇 你不認同蛇蛇 真的不要花時間 可是如果你認同我 知道我是全台灣最紅的 拜託你 我剛才我的節目一開始有那麼多人 那是真的人 真的 我訂閱人數也是真的 直播人數也是真的 那你都不相信你拜託上網去查 你拜託你看你可不買到我的書 可能要再過一個月過後 真的都是賣得很好 這是跟大家講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 台積1050元你有沒有被剝的 有 現在如果台積電能回到900元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進場 要 人活在800多元 你要不要跟我進場 要 到底是900還是800還是700 你管我 我已經規劃好了 我要全部都講完了 誰參加我會員 重點是你有沒有發現到前陣子 台積電從500、600、700、800、900 1000你旁邊的人笑得很開心 工作沒有你努力 結果我居然賺得比你多 他靠了股票市場 你要不要來找我 要 要一定要來找我 好不好 真的啦 還有股票 我們剛才講什麼 天譽嘛 天譽也是出掉嘛 對不對 出掉了 是不是4961天譽 是 看一下看一下 天譽有沒有看到 是不是還是很弱勢嘛 是不是 還有偽算嘛 也很弱喔 偽算是真的 蠻怪的 偽算也不太行了 好不好 所以我是不論對我錯 我一切一切 預告在前面 好不好 好 去向看天譽什麼分析 我還是要跟他講 我說0050 200元 你不先走一趟 你會有點後悔喔 昨天有什麼新聞 006 208 就是小的台灣50 下面100多元 以前我都買2、30元 你知道嗎 人家問我都買 就是比較便宜的台灣50 這副班台灣50 對 一個是元大發行 一個是副班發行 因為價錢比較便宜 昨天怎麼樣 停止申購了 在初級市場 你知道初級市場 就是你不能透過券商 銀行直接跟他買 你只能在這邊交易 這邊交易叫做次級市場 初級市場就是 因為他為什麼很多初級市場 因為他不會有溢價問題 好了我講那麼多 你聽不懂 就是你有聽過以前 台灣50太多人申購 然後停止了嗎 沒有 就是為了要領他鼓勵 沒有過了 有過熱喔 華南滿了 統一滿了 群役 這些三家券商 職押額都滿了 然後農資又穿14年新高 你還跟我講通膨不通膨 股價禁止比 讓你告訴我以前那麼高嗎 沒有 除了網路泡沫以外 以前那麼高嗎 所以讓他冷靜一會 高低點我說了算 你懂嗎 不論對我有錯 一切一切預告前面 記得一件事情 我記得大家一件事情 你再開始起雞皮疙瘩 我剛才重複我告訴你這段 你告訴我 今天昨天公布是3對不對 是的 是不是8點半公布 是的 是不是23172到24500點 昨天台灣股市是不是24400點了 沒錯 那你是不是告訴你已經在區間善緣了 對 難怪要往下殺嗎 是不是公布3 沒錯 而且我要告訴你先拉後殺 後殺 你沒有起雞皮疙瘩嗎 有 你要不要找這樣的分析師啊 要 真的啦 預告前面好不好 來來看一下 8點半有沒有 先拉 小娜斯達克 先拉後殺 嗯 不覺得很誇張嗎 誇張 然後咧 來看一下 成品有沒有看到 上下排洋版有沒有看到 成品有沒有看到 有 第一名是誰 沒錯 你要不要選擇最紅的分析師 一切的一切 預告在前面的分析師 不論對我有錯 都敢預告前的分析師 這一波 大跌的行情 誰把你避開了 折折 他有沒有可能再跌 有可能 因為真的過了 因為今天還有很多人 不怕死活進場 放心 我最晚下禮拜 五或者是下禮拜 一開始的時候 我就要準備 進場了 不論對我有錯 我一切一切的預告前面 去想看鳥子的分析師 也歡迎大家參加我行列 來電洽訊 0800668085 或加我LINE 私訊我 我說折折 我要詢問路會事宜 當你參加我行列的時候 我答應你 我會竭盡我所能 來幫你賺大錢 也祝各位 真的能從股市中 賺到大錢 財富自由 謝謝各位 謝謝 CPI果然如投資長所說 見轉折了 接下來 我們進場時機倒數中 想要一起來賺一波的話 電話趕快撥打 0800668085 0800668085 我們等大家 下次見 觀眾朋友注意喔 最近詐騙盛行喔 我只有三個官方帳號 除此以外都不是喔 LINE小組 S178 Teregrine官方頻道 小組 A178 178 Teregrine私人帳號 小組 S178 178 注意喔 我沒有什麼前面是Z的帳號 或者後面是A的帳號 這些偷偷都假冒 只有三個帳號 謝謝 再見 如果覺得我們影片很有趣的 覺得有深度的 還蠻準確的 歡迎按照我們的影片 訂閱我們的影片 按小鈴鐺 記得按全部接收 還要加我們的LINE 以及加我們的Teregrine 我們的LINE跟Teregrine 都是全台灣最大的一個財經頻道喔 謝謝各位